今天祝你們好開心喔 真的 真的要尖叫聲起來了 因為不管我們再怎麼吃 再怎麼飽 我們就是有另外一個味 可以吃甜點 沒錯 只要講到甜點 女生就會覺得有滿滿的幸福感 而且我覺得現在在台灣 真的太厲害了 台灣現在做的甜點 真的是可以名揚國際 那個精緻度 讓你看到 你都忍不住想想 想叫 還都每一樣都可以打卡拍照 拍起來就讓人家羨慕死了 開玩笑 現在要能夠打卡 這是重點 生活的重心 而且按讚的人數就決定了 這個甜點受歡迎的程度 所以今天我們請到的 這幾位來賓們 各個都是在甜品界的一把好手 就是你們這麼忙 怎麼會有空去排隊 因為這些都排隊買不到 對啊 沒辦法反應 你知道現在疫情的關係對不對 我們就是想要吃一些 國外零食我跟妳講 接下來我要介紹這東西 那我們第一棒是哪一位呢 就我先來好了 好 大家要悶在台灣 能悶壞對不對 帶你們去日本囉 好開心喔 日本的甜點餅乾什麼 我真的都很喜歡 而且重點是 大家真的已經憋壞了 你知道就是我們台灣 雖然有非常多的美食 可是妳真的有時候 腦子還是會突然浮現說 哪一鍋 哪一鍋 我吃過什麼人氣商品 好想吃喔 就是懷念那個味道對不對 我今天要介紹這個餅乾 非常的厲害喔 不用飛日本 在台灣也買得到 太厲害了 這真的超厲害 這個餅乾基本上就是 你到日本去 絕對要把它買回家 因為它除了東西好吃之外 它光那盒子的設計 那個瓦楞指板 我跟你講 回家當的收納盒 都超好用的 瓦楞指板都來了 對 而且我覺得 它最厲害的是 它年銷售量是 兩千八百萬片 比台灣人口還要多 兩氣只熱說 應該每一個台灣人 都要有吃過的機會 沒錯 而且重點是今天兩位 我跟你講 平常在台灣買 至少要等一到兩個小時 但是你們兩個 不用等今天帶到現場 給你們來品嘗了 好棒喔 我怎麼覺得 你介紹的氣勢 我很想要抱 購物台專線 真的假的 你為什麼知道 加一組 加一組 你不要再加 講得這麼厲害 我現在要公布 它的神秘面紗囉 一 二 三 他就是很熟悉 這是我知道 對啊 我想我很現在 有認真想尖叫的感覺嗎 有啦 尖叫 尖叫為什麼好嗎 不知道 要尖叫的原因是因為 瓦楞指嗎 對 不是 它一盒只有十片 對 為什麼 不夠分 所以尖叫聲是這樣 它真的很珍貴 對 每次拿到這個的時候 我跟小朋友都說 一人這一片 不能續片 就是大家都要算扣打的吃 對 一笑就沒有了 沒錯 為什麼 而且它這個包裝 就是為什麼它會是 就是我們去日本的 十大半手禮之一 就是因為它這個盒子 真的超美的 它是瓦楞指設計 然後你會發現 這裡有一個小抽屜 就是把它吃完之後 你可以放一些小飾品 把它當一個收納盒 然後它單片 媽媽妳勤儉持家的態度 有點過頭 因為我們現在重點 是想要吃甜點 然後女神接送那瓦楞指 所以再回收拾 你收到這個禮物的時候 你不覺得很貼心嗎 而且有的時候餅乾 它可能十片對不對 它就給你裝在一袋 可是你會發現 它是一片一片單包包裝 所以你不用擔心它軟掉 然後重點還是它的內容物好不好 我這一片是它的原味 就是海鹽口味 你們可以先吃吃看 它的麵皮的部分 是用北海道牛奶 再加上法國最頂級的鹽枝花 去把它做成的 鹽枝花 海鹽中的LV 對 鹽枝花 然後所以你在吃的時候 除了那個淡淡的 北海道的奶香之外 又有點鹹鹹的味道 所以吃起來是非常有層次的 然後中間的那個部分 就他們的卡門貝爾起司 而且它裡面那個卡門貝爾起司 它做的跟它的餅皮 是一樣的比例的 所以當你咬下去的時候 那個起司會像生巧克一樣 慢慢這樣 哇 開來 然後鹹香鹹香的口感 再搭配餅皮是脆口的 所以嘴巴裡面 會有非常多的層次 但是他們其實店裡面 有銷售No.1 就是這個 這個嗎 黃色牛的這個 這個是它的蜂蜜口味 那它的餅皮的部分一樣 牛奶的部分是用那個 北海道的牛奶 那裡面有加了這個 西班牙的蜜蜂蜜 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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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味 對 所以你在吃的時候 除了奶香之外 還有淡淡的那個花的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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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味 那裡面起司的成分也不一樣 它是用鋼佐拉起司做成的 義大利的 對 好吃嗎 其實你打開來看 它餅皮就跟剛原味不一樣 它有一點迷迭香的花瓣在上面 就是有一點點一粒一粒的 感覺不一樣對不對 剛好的蜂蜜也太香了吧 我覺得蜂蜜的好好吃 那個迷迭香蜂蜜也很香 而且它好酥喔 對啊 它那個餅皮好酥 我覺得除了餅皮酥之外 它中間的夾餡 你吃下去的時候 你會覺得嘴裡面 一直有很濃郁的香氣 讓你圓圓不覺得 很濃郁的不一樣的味道 而且它很厚耶 它很厚俗 其實很紮實的氣 因為基本上它沒咬一口 只要一小口 那濃郁的起司香跟奶香就很夠了 所以只要搭配一片 然後再搭配一杯茶 我跟你講整個下午就非常的悠閒 好 我必須要老實說 其實韋如介紹這兩款餅乾 以我這種吃貨界來講 我覺得其實口感跟那個味道 分數都滿高的 是 但是我們今天要比的是 尖叫程度 所以你現在要舉牌了嗎 要舉牌了嗎 當然啦 我要來加分囉 我剛剛吃 我剛剛都幫你緊張了一下 我想說一直接受瓦嫩子 這尖叫真的要有幾分 可是我們剛剛吃貨 怎麼可能只介紹餅乾對不對 沒錯 講到日本除了餅乾一臂買之外 還有他們的甜點蛋糕 對 有沒有瞧瞧瞧看 冬天就是什麼草莓季節 接下來是草莓生乳捲囉 草莓生乳捲 所以這個是加碼版的 選一禮物品 好 我要來囉 1 2 3 來囉 這個很可愛 這個真的很美 這個很好 這個看起來外型就很加分 而且它側面的切面 是可以看到草莓的橫切面 因為一般大家對深入檢視 都覺得要粗粗大大條 我跟你講這他們精心調配過 藥裡滿嘴都是草莓 跟日本食聖的鮮奶油 所以我們在那裡面 所以有的時候 我跟妳生如酒的時候 妳可能要切的 我跟你講這不用 一口就可以吃 你看炸的 你看炸的草莓 你會發現它草莓 佔了三分之二的面積 然後搭配它鮮奶油 所以吃起來是完全不會膩口 咬下去還有草莓爆漿的口感 而且我覺得它很猛的地方是 它竟然上面還撒金箔 對 看起來就好高級 好貴氣 這個超滿買的 這個一天只限量40條 一個小時也絕對賣光光 它的草莓那麼大一刻了 它的草莓是我們台灣 家製的大壺草莓 草莓比較新鮮 新鮮的大壺草莓 這個可以直接客完 沒有 因為我吃甜 其實真的很怕甜的 但是那個草莓的酸 跟它的那個甜點 是可以綜合起來 所以完全不會膩 我覺得我可以一次吃完一條 而且少女們看到這個 是不是立馬就已經心動一百 真的 這真的好好吃 就很好看 沒辦法抵掌了 太好吃了 因為那個奶油只要一多 有時候你就會覺得好膩 你也感覺 所以它的比例是剛剛好的 加上那個草莓真的酸酸的 再綜合起來 對 怎麼辦 這個傳食如果我舔的話 會太過分了 可以 可以 太過分了 太好吃了 太好吃了 所以超得分的 好 那我們現在要準備 來給我們的韋汝 要打個分數 這個生乳水把它加分很多 真的 有加分 對 是兩個要綜合 就是第一個神秘香跟第二個 然後綜合你的外觀 口感 你覺得它的經驗程度有幾分 等一下 689是什麼 對啊 因為我第一個我覺得它六分 因為它是好吃的 但是外觀我覺得 就是比較普通一點 然後第二個我是直接驚豔到 因為它很繽紛 然後它造型又好看 然後又好吃 所以我總結就是八八分 我只能說一個總結 明明6加9就是7.5 對 好啊 沒有小數點啦 我覺得你看這些女生 經驗值度明明就很高 但是排舉出來之後 居然都只有七點五 八分 九分 八分 九分 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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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點進步的空間 好 但是因為主持人有加分體 對 所以我們兩個也要來舉個牌 好啊 看我們要幫你加幾分 好啊 來 一二三 請舉牌 好 快高分耶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覺得我太高分 三分 不是最高 對 我三分真的是覺得 那個草莓生乳捲 很加分 太加分了 因為這個好吃 但是我覺得它的經驗指數 比較沒有那麼高 對 大家都吃過 全台灣人幾乎都吃過 對 沒錯 好 謝謝韋汝 謝謝 好 下一棒是 是我 好 歡迎我們的 天心少女 SOOSOO 來囉 我跟妳講 妳可是我IG追蹤的人氣 對啊 我也追蹤婷 對 還有發聲明稿嗎 你知道嗎 我沒有看到妳 我最近關注度有點高 很高耶 人氣好高 真的喔 話題人物耶 不要這樣 我現在叫妳少女了好不好 對 所以我跟妳講 我們現在要介紹 也是一個很有話題的東西 是 所以我要介紹這個很厲害 就是她是有一對 台韓的夫妻 她的老公是韓國歐爸 那因為今年 因為疫情的關係 是他們就定居在台灣 對 然後五月的時候 因為她是一個韓國歐爸 她是一個烘焙師 然後她就開始在網路上面 泛說一些她自己厲害的 拿手好點 結果變成她人氣爆棚 結果更厲害的是 你知道在這個疫情期間 短短四個月 九月份的時候 他們竟然開了實體店面 現在實體店面更不得了了 每一天早上11點要開賣的時候 半小時以內全部一掃而空 沒錯 一天做五百份一掃而空 不是 那她幹嘛開實體店面 對 我不知道 她只有開半個小時就賣完了 可能就想要炫耀 她可以開店吧 沒有啦 好 我覺得你們兩個很貼心 剛剛帶我們去日本對不對 對 現在來幫我們解解 嘗韓國的歐爸 到底是什麼呢 好 來 1 2 3 等一下 好可愛 這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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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阿韓籍 說實很可愛 好可愛 等一下 我叫那麼小聲 叫到太遠 不是 因為看起來像是 歐阿韓籍跟柿子 不是 不是 因為她剛剛講韓國歐爸 所以我整個畫面 已經飛到了韓國 然後又吃那個雪冰的感覺 就打開為什麼是 我們台灣比較本土文化的產品 沒有 我跟你講這個很酷 其實是韓國他們很流行 這個 就是她其實就講過這個東西 這是麵包 它是麵包 你有感覺到什麼一點東西了吧 你剛剛怎麼沒有先講這個重點 馬上叫出來 對 因為我就是想說 所以我要先鋪盆你們打開 你們知道是麵包 你知道那個反差就有 對 好 那我們 譬如說我們現在 麵包 我們現在現在看這個 這個很像什麼 歐阿韓 這是麵包 紫色的韓籍 對 然後我說有把它剝開 就是它是麵包裡面 有內餡的這樣子 而且呢 它外面是地瓜 它裡面就是地瓜泥 這很珍貴 那你這樣 它外面是地瓜 裡面就是 難道是麻糬嗎 有可能啊 有可能啊 對 很多東西 比假亂真啊 對 但是我們 土文不符啊 可是我要講 它真的很厲害 因為我們一般麵包 你會覺得說 麵包的外皮會稍微有一點厚度 你才會有口感 然後裡面的內餡 就是要適當對不對 可是它是內餡爆棚 而且它的外面的麵皮 大家有沒有發現 它不像那種 我們傳統印象中的麵包的口感 它像刮吉 它像刮吉 就是因為它的麵皮是 沒有發酵過的 所以它的口感會很像麻糬的感覺 沒有發酵 就是味精發酵 非常Q 然後有嚼勁的那種麵包 對 就有點 要用力咬的那種感覺 對 就是麻糬的口感 然後它裡面的內餡 像它這個是用紅心地瓜 而且重點是 紅肉的地瓜 我知道一大顆一大顆的地瓜 它不是只有泥 它是有地瓜 對 它是用很多的紅肉地瓜 然後去打成泥之後 加上牛奶跟蜂蜜 而且口感真的很像 真的在吃地瓜 很像 然後外面 外面就是那個紫地瓜粉 所以它就是很擬蒸 所以它就沒有圖文不符 圖文很符 好特別 對 那這個 那個飾脂是裡面包什麼的 它是南瓜 南瓜 它是南瓜 然後它裡面的就是南瓜泥 然後加上那個 Cream Cheese 然後蜂蜜 我的天啊 這個好酷喔 而且這個最特別是什麼呢 很酷喔 它每一個 因為它上面有線 有壓線 它很像我們在做 那個三層肉有沒有 它是要先綁線的 要綁型 對 定好型 然後再送去那個 那個爐子裡面靠 很酷 它的那個做工其實也是 其實很健康 裡面那一顆是什麼東西 它裡面的內容是什麼 南瓜泥 南瓜泥 對 還有南瓜泥 所以它真的不是柿子耶 不是啦 不是啦 不是 加爾巴泥 真的太酷了 對 而且你看喔 你看喔 你看它的麵包很Q喔 我這樣把它的麵皮 這樣這樣撕對不對 還需要一點力氣 然後這樣 你看 好多喔 真的很多耶 因為它就是那種 超好吃的 蘑菇 蘑菇 對 蘑菇 吃起來真的很像那個 麻糬的口感 對 然後它是麵包 所以就是你就知道 你大家搶成這樣 好好吃喔 然後再來這個 大家猜猜看 這個是什麼東西 這個 那個是 馬鈴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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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馬鈴薯 然後它撥開裡面 就是馬鈴薯泥 還有馬鈴薯泥 然後加上美乃滋 然後它還有那個 麻糬萊拉的起司 我們吃吃看 然後它外面都撒上這個 黃豆粉 還有這個芝麻粉 好好吃喔 我覺得超級驚豔 我覺得它很厲害 是啊 它不只是外型做得很像喔 對 它讓你入口之後 你的口感 是像那個真正的食物 是 像馬鈴薯的吃起來 你不知道為什麼 嘴裡會飄一點 馬鈴薯的香氣 因為真的就是馬鈴薯泥 不是 我講的不是馬鈴薯泥 我講的是它外面的 麵皮的味道 對 我覺得它真的超厲害一點 因為它的口感像什麼 就像我們在吃南瓜 你已經節奏幫我們嚇壞了 你確定不要提到慢一點嗎 慢一點 可以稍微慢一點 因為它真的讓我很驚豔 它那南瓜的部分 你知道我們那觀眾朋友 現在看到韋汝講話之後 立刻本來出來 他竟然這樣 然後這樣吃的 對啊 因為它南瓜口感 很像是麵包 沾在南瓜濃湯裡面 你可以吃到那南瓜跟麵包 融合在一起的口感 對不對 很Q軟的感覺 然後你又不會擔心說 吃得太乾要配水 完全Q軟 因為它也是有濕潤的口感 對 韋汝是不是活在這世界上 其實不需要呼吸跟換氣 對不對 不是 妳知道我們 我沒有看過它的換氣 我每次看到它搞壞喔 就是看電的時候 看Youtube 然後韋汝也出現的時候 然後我就想說 我有存到二倍數嗎 等一下 等一下 沒有耶 好 它連吃東西都是二倍數 你看它都已經掃完了好不好 所以現在要請大家 來幫我們舉牌囉 來看看我們竹竹介紹 這個擰蒸麵包 的麵包 大家覺得經驗指數 可以有多少呢 好 來 1 2 3 請翻牌 來 回路可以十分耶 對 因為我必須說 這個東西你沒有品嘗過 你沒有辦法去體會 我說的那個口感 真的是你吃到嘴巴裡面 會人生當中 沒有吃過這樣的口感 真的很適貨 是不是 愧是前輩 對不對 這時候來這一道 好 依林為什麼8.5分 因為我跟你講 我其實很喜歡 在麵包裡面有夾起司的 那種口感 然後我覺得主廚 真的非常的厲害 因為她在每一個麵包裡面 她所配的起司都不一樣 她會把她的風味整個提升之外 她其實整個口味都很還原 但是我就是希望 可以再多一點起司啦 還有多 再加起司 加倍起司 真的 所以後面兩位美少女 都是給九分 我給九分 一般我覺得就是很擬真人 然後又好吃的 對 而且我覺得點心 她厲害就是她的獨特性 我覺得她是沒有辦法取代 因為她的餅皮跟她的內餡 都是很紮實 我覺得市面上 我還沒有吃過這樣的點心 對 還沒有看過這種 分析看得很高 我覺得大家對於韓國歐把 真的接受度是滿高的 真的 好 那換兩位姐姐 也要來給分數了 還不好 她想過吧 好 一 二 三 請舉牌 我加到滿了耶 真的喔 對 因為我真心覺得她就是 她不容易 因為真真的很少吃 麵包澱粉類 我本來講錯 我把這兩個字是對的 沒有 我重點是她 就是 那是真的 真的 真的 因為她看起來就像是 我們平常在吃的這些 很紮實 很好的 原本的食物 原型食物 但她吃進去又真的有 然後又有那種飽足感 然後又有不甜不膩的 就是 我覺得很棒 真的 我覺得很好吃 對 真的好吃 只是我就想一直會覺得 還想要期待些什麼 所以買麵包送毛燈是不是 對 好 其實竹竹的分數滿高的 很厲害 很厲害 我們今天竹竹 那下一位壓力就大囉 沒錯 下一位是 我沒有在怕的 好強 來了 我們都介紹前的 我要介紹賢 漂亮 好期待喔 沒在怕的耶 我真的沒有在怕的 然後因為像我跟我老公 我們兩個其實常到了深夜之後 我們兩個之間就會開始有一種 那種 小卓 眼神的交換 就是你知道有一種 奇怪的情緒會跑出來 為什麼 為什麼接受 所以意思就是說 吃了之後會吹琴是不是 有這麼大便 好啦 我跟妳講 那只有新婚 我會想吃 像我們已婚多年的 很怕打開 我跟妳講 不要 宣布一樣 大家才愛火嗎 很怕 現在很怕 很怕一發不可收拾 真的 其實也是一件好事 有時候我們都需要 我們知道 互相支援一下彼此的情緒 但是這個真的 它會激起你很 怎麼講 很強烈的飢餓感 飢餓感 飢餓感都來了 沒有 感覺是王仁甫 最喜歡玩遊戲啊 好 所以我要來介紹 我今天要介紹的這個東西 就是 鹹酥雞 鹹酥雞 這個是鹹酥雞 是鹹酥雞 我跟你講 鹹酥雞 想到要吃鹹酥雞的時候 大家要怎麼辦 你一定想說 這個時間我還要出門去買 是不是覺得很累 對啊 另外一種 可是你知道鹹酥雞 最怕就是它送來的時候 冷掉了 是不是 對 心都涼了 那一包火也都涼了 對 沒錯 所以我跟你講 這個完全不一樣 你看它這個樣子 是不是跟所有的鹹酥雞 我們在攤子上面買回來的 一模一樣 對耶 不是嗎 它真的不是 你們不要看它這樣子 那這是什麼 該不會是麵包吧 這些嗎 它都是 杯油炸 然後用圓形的食材 去用一個很特殊的技法 把它濃縮 乾燥之後調味做成的 是百分之百的台灣之光 超級好吃 最近在網路上面 我跟你講 網路新聞超紅 真的 這樣買都買不到 真的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在 鹹酥雞攤位的雞皮 雞皮 然後馬鈴薯 是 還有花椰菜 還有四季豆 好棒 你們吃吃看 它好冷凍喔 我可以講 就是四季豆 這是鹹酥雞餅乾就對了 但是沒有油膩感 它完全沒有油膩感 因為它真的是用一個很棒的技法 然後把它快速乾燥之後吃下去 而且我跟妳講 你們現在知道韋汝有多飢餓嗎 因為他剛才吃到甜酥雞之後 你看他叫得有多大聲 雞掉指數爆表 因為超好吃 可是它是不是很強 對 因為你會覺得雞皮 這種東西沒有油炸不好吃 我跟你講一定要吃吃飯 超香的 它雞皮是怎樣的 雞皮其實真的要炸過之後才會香 但是我跟你講 它用的這個雞皮 還是有特別挑過 它是用那種雞腿上面的皮 然後還有雞胸的皮 好好吃 我是不是沒有誇張 而且它怎麼有 還有胡椒粉 還有辣椒粉 跟鹹酥雞一模一樣 好酸喔 然後我跟妳講 它跟鹹酥雞 是 它是跟鹹酸的一樣 而且我跟你講它吃完之後 它不像外面的鹹酥雞 你吃完油油的 對 嘴巴還會破什麼 它完全不會 吃完不會口乾淨好 所以妳看它是油炸的嗎 它這個是油炸之後 它再用高溫把油給冰出來 而且它原本選的這個雞皮 就已經是脂肪比較少的 超好吃 超好吃 我好想要來一杯 是不是氣泡飲料 生鼻 然後配合了也很好 什麼都OK 它過分了 這是什麼 蒜片 居然有鹹酥雞的蒜片 是 這很頭粉 是 還有花椰菜 現在就像現在的一樣 比現在還好吃 而且我跟妳們講 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這樣 一包整個吃完 怎麼樣 我突然覺得我們出現了 年齡層的落差 因為剛剛吃甜點的時候 小女生們一直在尖叫 現在一吃到鹹酥雞之後 腦子都在叫 而且我跟你講 這個來不及拍照打卡都不用 就是會完全吃完 所以它這樣子一包就是一種口味 其實沒有 它一包有好幾種口味 它應該說這一包裡面 它就我們看到這個什麼紅薯片 然後什麼薯條 這個 這個 對 很需要這一包 那一整包你帶回去宜蘭 很需要 真的 這真的很值得到 而且因為現在網路上 實在搶購得太厲害了 真的是買不到 但還好 買不到了 目前為止 你知道我們最害怕就是 聽到買不到了 變化 變化 我們台灣是寶島 我們的蔬菜生產了很多 工廠也在我們台灣 所以不用等著坐飛機 再等一下子就有了 你剛剛是開槍 彷彿了前面兩位對不對 也不是 不是 我個人也很想出去 但是你知道那個 就是很稀有嘛 你要真的有緣才能去 可是我們在台灣不用等 這種小確信隨時都可以得到 可是我必須要講 它真的做的就是 非常道地台灣味 就是你想隔壁攤的鹹酥雞 是什麼味道 它就是什麼味道 對 然後隨時打開 沒有受到時間地點 各個場合的限制 就是打開來就可以吃 而且像我們喜歡去露營的 你在山上夜深人靜的時候 我們火把給它點下去 然後倒一杯溫暖的熱紅酒 這個時候再配上一個鹹酥雞 好美 完美 而且鹹酥雞的時候 在山上是不是會有點涼 對啊 那如果我們生活火煮個泡麵 我跟你講它也有用處 什麼用 你看看 泡麵也可以加鹹酥雞 可以 我們直接把它丟到泡麵裡面 它吸了湯菊之後 它就會還原了唷 變酥雞 變酥雞 真的 所以你知道嗎 我們如果要出去什麼露營 野餐 你再也不用背著大包小包的食材 乾燥得又輕又好吃 那這個黃黃的是什麼 這個黃黃的 我一定要特別介紹一下 我覺得這個超級強的 這看起來 看起來像花瓣有沒有 對 我告訴你 它是洋蔥 這超好吃的 洋蔥 我覺得洋蔥超級誇張的 你知道 而且它洋蔥 它是紅咖哩的口味 你知道洋蔥 它是剝下來之後一半一半的 然後它裡面有很多很多的水分 而且它的纖維很細 乾燥之後它怎麼還會有厚度 好好吃喔 它是有甜味的洋蔥 對 它有鮮甜味 超香 超甜 很像餅 它有一點米果的口感 對 米果的 然後但是它的香味超香的 對 而且它的甜味超濃 對 而且它沒有那個洋蔥的辛辣味 對 完全是完全沒的 然後就這樣鹹香鹹香的 我是要講 這個如果小朋友敢吃的話 因為小朋友很討厭吃洋蔥 會覺得辣 可是如果是這樣子吃 他一定會覺得很好吃 所以他愛吃 我覺得他這一包是 怎麼講 一家大小通通都很適合的 很方便 這個台灣製作化 我現在知道 你跟你老公的火 是怎麼點燃的了 怎麼樣 就是回去買一包這個 是不是 然後在半夜的時候 我們就拿出來 然後看著老公說 來吧 我真的覺得是這樣 然後打罐子 來吧 要打開嗎 要打開嗎 你一直叫我 打開 你這樣會出事囉 快來開 對 你都有開 我不會 對 好驚訝喔 現在知道為什麼 佩甄姐的婚姻 那麼的幸福了 真的 真的 對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大家給多少分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你們給好高喔 9.9 9.9 是怎麼回事 因為其實我覺得它可以10分 但是我會給它9.9 就是它有一個進步的空間 對 原因是因為我剛剛覺得 它好像少了一個九層塔 對 因為我剛剛想說 鹹素肌就少了九層塔 對 它應該把九層塔乾燥 然後放進來 可是你知道嗎 我覺得它有蒜片已經很厲害 再有九層塔的話 完美 可是我真的覺得它裡面有九層塔的味道 那上面有的香料裡面有 對 有九層塔 可是它應該也是可以乾燥做出來 然後放進去 你現在講完老闆可能看到 馬上回去研發 對 所以它0.1改進空間 對 因為它觀看起來就是感覺 就是一般的鹹酥肌 然後它只有鹹的 那如果我今天想要吃甜的話 它說一定可以研發水果乾 就可以鹹加水果乾 我覺得它這個建議真的還好 誰在想吃水果乾 我們就聽一聽就算了 不要往心裡去 沒事 我很堅強 水果就是要吃水潤有甜的 對啊 還吃什麼乾呢 而且水果乾已經很多了 好不好 我覺得跟它做什麼 麻辣鴨血乾 對 水就發源 對 泡到五股乾 去山上錄影的時候 泡水就發源 這個可以 很棒 很厲害 豬豬你真不愧是現在在江湖上 打滾多年 真的 真的 你可以放過食物科幣總監 真的 大鴨血好厲害 所以依林的分數很高 那現在我們兩個也要給加分題 好喔 好 我準備好囉 好猶豫喔 1 2 3 好猶豫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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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太方便了 請都要回去享用 果然是沒在怕 真的厲害 真的厲害 而且它接著在這個時間 剛剛好 吃點鹹了 對 好 下一棒壓力大囉 下一棒是 我 好 好 歡迎凱欣 嗨 凱欣 妳這麼可愛 妳介紹的一定也很可愛 我今天這個甜點 絕對是最符合的尖叫甜點 真的嗎 真的 如果要打開你們就會給我叫 她在喊叫 妳給我叫 很有自信 準備好了 我要到13秒了 來 3 2 1 是什麼 天啊 超可愛 真的假的 老師 這個很可愛 還是我們在獨家劇舞爸媽考 這感覺 對 對 因為馬卡龍本來都小小 它做得好厚 好大 而且它顛覆 你對馬卡龍的想像 它有各種的造型 然後加上它是韓國的一對姐弟 然後在台灣創業 然後它獨家 研發出25種獨家的限量 它自己挑25種 而且你看它有很多造型 像是這是聖誕節的造型 對 它會根據節日 像之前萬聖節 它就有萬聖節的組合 對 所以它不只是造型得分 其實口味也很多對不對 對 而且你可以看它的厚度 一般馬卡龍可能就大概2公分左右 它最高有到6.5公尺 太多了 是漢堡吧 漢堡的造型 對 然後還有一個很棒的點是 我們平常吃的馬卡龍 它可能是高糖分 高油量 做得好豐富 對 然後它的造型很厲害 是它裡面還有減糖的配方 那我來特別介紹一下 這樣子很捨不得吃 對 我覺得要先拍照一下 而且重點是 因為這個看起來外型是漢堡 可是它的口味是甜的還是鹹的嗎 它的口味就叫做起司漢堡 沒有 它都 它的裡面是鹹的馬卡龍 對 然後它其實是用小圓餅的方式 讓它達到一點鹹度 但中間有夾到一個真的起司 對 所以吃起來是有像是起司漢堡的感覺 太貼心了 好厲害喔 可以試試看 而且我覺得它很厲害 是像我們馬卡龍一般吃 就是想說只有甜的對不對 對 他們家就是有獨家研發鹹的馬卡龍 鹹的在哪裡 來 它是鹹的 就是這個 你們猜它是什麼口味 看得出來嗎 完全看不出來 而且你看有多可愛 太可愛了 它的口味就是 玉米濃湯 它可以吃得到扎實的玉米粒 可以試試看 就它糖分不會讓你感覺那麼膩 你就可以吃很多顆 而且它的玉米濃湯 吃起來的口味不是像那種 我們真正在喝它那種很適合 我要吃口味 它比較偏日式的玉米濃湯 它真的有玉米粒 它真的有玉米粒 超好吃 是不是 這個很可以 很可以 原本會捨不得吃 但是好像全部咬完了 真的 我覺得被我剛剛那個洋蔥片很搭 真的 可以一起當蕭子使用 而且它會讓你一口接一口 它的餡料也會綜合它的甜度 那我想問一下 這隻可愛的柴柴是什麼口味 柴柴 柴柴的香蕭 好可愛 沒有 這很特別 像有時候我們去韓國的街頭 你們會看到一個叫做黑糖餅 韓式黑糖餅 它就是利用韓國的特色小吃 然後把它改良成在馬卡龍裡面 對 然後這個叫做種子黑糖 種子黑糖可以吃吃看 就好像還原當地那個小吃 來 不捨不得 來 它不是狗給吃了吧 不捨不得毀掉 真的很可愛 真的 而且我覺得 這個不管送人或是小朋友 一定都非常喜歡 真的 對 來試試看 而且它外面還有滿滿的葵瓜子 很有商業 我第一次看到是有楊瓜子 對 這個柴犬還有一個花生的味道 對 真的嗎 很香 花生的香氣 對 還有焦糖 口感很多 對 所以它裡面有很多的堅果的味道 對 就是很香 在你的口氣會整個散發出來 當然除了剛剛這個鹹味加 它有很多像是這是海鹽焦糖 然後這是葡萄柚優格 很多很特別的 好特別喔 然後這個叫漂亮姐 它是雙層的巧克力 漂亮姐 還有伯爵奶茶跟Oreo 我覺得很超好吃 它口味有25種獨家研發 然後這一顆這個很漂亮的 叫做愛莉絲 然後裡面它有黑糖奶茶 這個很特別 怎麼辦啦 所以你吃每一個 都很像在猜禮物的感覺 對 就每一顆都有不同的驚喜 對 這什麼 都很特別的口感 那我的愛莉絲 真的帶我去夢遊仙境的感覺 因為我一吃下去之後 我就好像回到我少女時代 很夢幻的感覺 對 它很夢幻 這麼誇張 被邀回少女時代 真的 我跟你講 像打了兩隻少女針一樣 吃起來就是有小時候 然後在吃那個棉花糖的感覺 然後帶有一點點的那個 我們剛剛講麻糬 那個QQ的口感 它麻糬沒有很多 對 可是就一點點配得剛剛好 我覺得它每個口味 都非常的有特色 對 超有創意 都讓你驚喜不斷 對 而且我覺得凱希 現在就是要讓Linda 初步來了 對 因為我今天走了 你介紹到這樣還要加碼 你可以直接叫車了 要這麼厲害叫車 幫你叫車 要厲害的 我今天走就是造型路線 這個已經很厲害對不對 很厲害 超厲害 我接下來這個造型也很特別 它是造型的 就是這個 造型愛玉 什麼 這是什麼 它在爽嗎 它在爽 它就是一個損失 不用懷疑 對 真的是它爽 但是我要特別介紹 就是你們看這個 它在爽嗎 玫瑰花的造型 就是愛玉 一般在給那種古早味的感覺 它把它做得非常夢幻 而且它一天能賣出五千份 五千份 來 我把它倒下去給大家看一下 等一下 來 給我看一下 好 愛玉嗎 你看它是玫瑰造型 漂亮 那你現在加的這個是黑糖糖的 好特別 而且是地底的 這有超市的打卡的 我從來沒有想過愛玉可以有造型 它不是都爛爛 碎碎的嗎 不是啊 可是我覺得就是現在大家拼造型 這件事情很重要 因為我們都想要拍照打卡 對 但是 老闆為什麼要弄一個爽在這裡 這是什麼意思 因為老闆認為吃愛玉就是要爽 就是吃愛玉啥的 對 就是因為夏天很熱 然後你吃愛玉 你是不是覺得天啊 整個套新涼 沒錯 就是很爽的感覺 所以他就用了這個爽字 我覺得老闆真的是懂大家的心情 對 我再介紹這款這個玫瑰的 它是要搭配這個金鑽鳳梨 然後它的這個也有加料的 對 它的這個黑糖是每天堅持用手炒的 不是用機器去翻炒 所以它的甜度都可以 它可以自己去調配 那我們要怎麼吃它 口感你可以吃吃看 我覺得它是非常新鮮 很脆度 我也很喜歡金鑽鳳梨 就是因為它酸酸的 你搭配黑糖就很大 很大 然後是很清爽的 對 加一點 我覺得可以了 因為台灣的鳳梨 其實就已經甜度很高了 而且我從來沒想過 吃愛玉可以加鳳梨耶 對 因為一般就是只有愛玉嘛 沒有想說這可以當成 一個很棒的一個佐料 講到這個味道 我都覺得眼的都快掉下來 掉了是不是 我是說真的 因為小時候我媽媽呢 帶我去那種傳統市場 然後在我們那個傳統市場的巷子口 它就有一個糖水攤 然後他們以前都會那種 就是煮鳳梨有沒有 對 紅萊冰 紅萊冰最常加的 其實就是愛玉 所以這種味道是我小時候的味道 有那個古早味的味道 真的 那我剛剛介紹這是鳳梨的 然後我剛剛提到這個爽 它就是冬瓜口味的 對 它是用冬瓜糖水加上裡面 所以它起來也是很清爽的 所以它其實還有配上 不同風味的糖水 對 沒錯 它會依上它的不同造型 然後去搭配 果然爽 爽 真爽 對 好喔 真的很不錯 對不對 這個老闆的巧思都在裡面 真的 不同露宿的甜品 沒錯 除了造型 就是非常的加分 口味其實也很獨創 也完全不會膩 就很清爽 對 那我們現在就請大家來給分囉 請 翻牌 好緊張 有 有 竹竹跟依林都給10分 依林我們已經知道了它 還有加上它童年的味道 對 回憶湧現 有的時候回憶的味道 是最珍貴的 而且無法取代 沒有辦法 竹竹來講一下 幾十分 我覺得重點了 那個馬卡龍 因為它光想25種口味 它每天太香 太香 要想這些口味 真的 而且馬卡龍很廢工 對 還要想它造型怎麼搭配 我覺得 而且有些東西好看跟不好吃 它好看又好吃 真的 那為什麼妳講得這麼厲害 還有韋汝姐姐只有給拔粉 沒有 我跟你講 真的就是愛玉放到最後面 是有一點讓我想 對啊 我讓妳看 真的 其實馬卡龍會給10分 因為它每一個馬卡龍吃起來 通通都是不一樣的味道 因為我們知道馬卡龍都是甜對不對 它完全沒有 它的口味非常豐富 沒錯 但是那個愛玉對我來講 我會覺得就是阿嬤的味道 它沒有讓我有驚豔的味道 就是家鄉的味道 對 它是真的這樣傳統的 那妳假裝每吃我愛玉 老闆有給妳爽 有 它很好吃 可是妳說兩個比較 現在我寧願先吃到愛玉 再驚喜那馬卡龍我會被刷 對 我懂 順序的問題 對 順序的問題 對 完全錯 太錯了 這個應該要放比較壓軸 這就是愛玉有列入評分 愛玉有 逗改一下 算了 妳在選擇 愛玉錯了嗎 算了啦 放她一碼 換我們兩個囉 加碼分囉 好 來 1 2 3 選擇吧 是因為愛玉們 我覺得愛玉真的 還在她後面真的相形師 我想說她吃完馬卡龍 可能比較甜一點來一點清爽的 就是感覺這個要排在前面 然後吃完之後突然 更驚艷 很驚艷 對 因為其實本身這個也是非常好吃 這個也很好吃 好啦 有時候你知道 安排順序也是很重要 為什麼會調整一下我的順序 好 謝謝凱欣 謝謝 謝謝 我覺得最後是因為壓力之大 壓軸來了 好 現在壓軸的琳達壓力很大 不會 不會 而且我們要來做一件事情 讓她壓力更大 怎麼樣 怎麼樣 妳聽一下 so far每個姐姐的分數到底如何 是 對不對 韋汝 39.5分 恭喜竹竹是43.5分 最高的是伊玲 伊玲有45.4分 然後剛剛凱希有44.9 差0.4 凱希居然是第二名 對啊 不怕 不怕 這個我一定要破到46分 你要衝上去的 對 而且在座的各位有福了 等到這個 你們真的是完全完全的幸福 因為你們吃了這個之後 你們錄完飲 絕對吃不到 好 非常非常的難搶 好 它只要一開店就等於還店 什麼 開店是不是 就鐵門才一準備打開就賣完了 賣完了 大家直接搶光 到這程度 對 那今天一定要好好吃一下囉 沒錯 那有外帶盒子可以讓我直接外帶嗎 擺服在我 對 這是台灣本土的 因為剛剛前面介紹什麼 日本 韓國 就是要介紹台灣本土的 台灣自己做的 沒錯 我們要來公布一下這個鴨香 而且吃不到的甜點到底是什麼 超男孩 D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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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級厲害 超級厲害 因為這個老闆非常厲害 他每天早上起來自己親自去煎這個 每天早上 你看他的餅皮 每一片都是0.30而已 對 然後他老闆堅持 0.3 0.3 老闆堅持一定要22片 你們可以自己數有沒有到22片 22的 屬下 22片 所以如果說這個餅皮 你在煎的過程當中 厚度 薄度不一樣的話 老闆就把它打掉 對 那我想知道 所以它餅皮跟餅皮之間夾了 就是滿滿的奶油嗎 這個重點來了 我剛剛說台灣本土什麼 我們會講到 鹹酥雞 不是鹹酥雞口味 是福絕奶油 你要問我們有點難的問題的時候 要先跟我們串 他講錯答案 尷尬 茶類 所以這裡面都是各種茶類嗎 沒錯 有伯爵奶茶 還有高山烏龍茶 還有幼香金萱茶 大家可以來試吃看看 那所以這個綠色的是什麼茶 這是幼香金萱茶 然後它很特別 它是用花蓮五賀金萱茶 做成的蛋糕餡 所以它在做茶的過程中 它有加一些柚子花 一起烘焙了成 就是綠色這個花 對 所以它可以吃到 除了茶香以外 還有它的奶的香 還有柚子香 它的茶就跟你在喝茶 本人是一模一樣 會圍乾的 他們一天只賣十顆蛋糕 無敵麻煩 而且非常的細思 它做得非常好 而且我覺得它每一層吃到嘴巴裡面 真的是很幸福的柔軟的感覺 對 而且我覺得它最厲害 是它一層一層在你嘴巴 其實基本上不用咀嚼的 它這樣慢慢化開來 然後茶香跟柚香在你嘴巴裡面 完全 好舒服 然後那個香氣是會一直在你的鼻子 跟你的嘴巴中間這樣 一直繞 一直繞 這麼熱 這麼危險 所以剛剛有人吃到伯爵的嗎 聽說伯爵是他們超人氣商品的 對 是最熱賣的一個商品 超級濃的 很棒 我覺得很厲害 眼前有一片茶圓的感覺 對 怎麼會這樣 我們要這樣一片茶 你們真的一定要吃完了 因為走出去真的很難排隊 那這一個是什麼口味 這是原味 對 它就是原味 我想吃烏龍茶 好 端端的 每天現做 我覺得烏龍茶真的就是有茶圓了 是不是 它每一個茶都有茶圓 不細語都來了 有那種感覺 好有意境 它雲端的那個感覺 對 都不會高軟 高山茶那麼棒 好好吃 而且直接掃完 這太刷取了吧 真的 不能浪費 因為它也不會甜 對 然後奶油不膩 對 好 姐妹們 你們話以致詞 滿分了啦 已經贊到這樣了 現在就要來看你的分數 我剛剛要滿分吧 好 大家剛剛贊不絕口 你就可以知道演藝圈 到底有沒有真心的朋友 對 好吧 比較誠實 人心大討厭 等一下明天那個地址給我 好 我送到你們家 謝謝 謝謝 你們大姐 一輪一顆是不是 好 那我們要看 大家的分數囉 來 一 二 三 請翻牌 可以最加十分嗎 好朋友 好棒 真的 最加十分 人藝圈還是有真心 生意的朋友好嗎 那都是誠實的 真的 已經滿分了 我們還要加嗎 要啊 一 二 三 那我就四加一了 這個加一 這個加一 你們要分別來講一下 因為它其實 我認識這個牌子已經超久了 它其實在季節限定 還要有限定版 前幾年我只要我媽生日 我都會訂他們家的蛋糕 因為它像冬天生日的時候 會有那個草莓限定版本 就是滿滿的草莓 滿滿的千層 這也都是要跟老闆訂才定得到 不然一般人是搶不到 難怪我們都買不到 因為我個人也是 夾伴喔 對 它是幾把揮 因為我幾把揮 千層蛋糕 然後我覺得那個千層蛋糕 它那個餅瓶每一層 後座一樣 對 很重要 然後再來就是我試過那種 千層蛋糕 它根本就只有百層而已 硬要號稱自己千層 對 可是它真的是 每一層堆疊得非常細 而且你這樣看 它每一層堆疊得很平均 對 因為它的做工是很細的 然後它那個茶 真的很像是線泡出來的 對 真的 所以你要想 它已經這麼有名 它都沒有用機器取代 它都是純手工 就真的是真功 很厲害 感心耶 大家應該都不反對 今天我們的第一名就是 Linda 謝謝 謝謝老闆 厲害 壓榛 超強的 好 但是我必須老實說 今天所有的姐妹們 帶來的這些甜點 各個都是超人氣 而且各個都非常的有特色 我個人是都非常喜歡 對 我真的好喜歡這個單元 因為我真的平常就是 每次聽人家講什麼好吃的 有時候真的買不到 你也吃不到 所以利用我們節目這樣 大家可以品嘗一下 然後也知道這是哪裡 現在流行什麼 然後什麼現在是 現在真的是當時的 然後也是用我們在地的食材 我覺得這是最感動的 沒錯 所以女生 就是吃完甜點之後 也不知道為什麼 現在滿滿的少女心要爆棚了 好幸福喔 好幸福喔 謝謝大家 謝謝你們的分享 謝謝 謝謝妳的 謝謝 歡迎大家來訂閱我們的 Youtube頻道 解決妳所有的家務事 跟上潮流社會事 滿足妳想知道的八卦事 還有時尚這檔事 趕快按下訂閱頻道 加上小鈴鐺 俗女家務事 趕快來訂閱 參加點讚 這裡 ICHPS 這個 方便 詳細 都